《文字幕》 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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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楠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 我研究的是中国古建筑 因为我是学建筑的 我比较注重演讲的空间 我发现一席的编导们画了一个圈 让我们讲者站在中间 这就让我想起刚才那个孙悟空 孙悟空曾经画过一个圈 然后让唐僧站在中间 所以我们这些滔滔不绝的演讲者 就像《大话西游》里面那个唐僧 如果从中国古建筑的角度讲 站在这么一个圆的中心演讲 有一种在天坛中央祭天的神圣的感觉 一席的logo叫 《人文科技白日梦》 今天我的演讲正好也分这三个部分 我们先从人文开始 1925年梁思成是24岁 他当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建筑 这一年他的父亲梁启超给他寄来一本巨著 是北宋里介写的《营造法式》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靠师徒口传新寿 很少写成书 所以能够传世的古建筑的专著 可谓凤毛麟角 《营造法式》是里面最最重要的一本 我们可以想象年轻的梁思成收到这本书的时候 就像得到武功秘籍一样 非常非常地开心 可是接下来就是巨大的反差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本书像天书一样没法读懂 因为是北宋时代的书 可是这件事情就在梁思成心中埋下一粒种子 他特别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古建筑 来破译这本天书 1930年梁思成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 31年的时候他升官了 当到了法事部的主任顾名思义 他就是专攻营造法式的 由于这本书创作在北宋的时候 所以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就在中华大地上 遍寻唐宋辽金时期的古建筑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其中最重要的三座建筑 分别是天津济县独勒寺观音阁 山西应县木塔 还有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 应该说梁思成非常地幸运 1932年他才第一次古建筑考察 居然就发现了独勒寺观音阁 这座楼阁建于公元984年 是一座辽代的楼阁 而且唐风游存 用梁思成的话说 这个建筑最有特色的是 它外观酷似敦煌壁画里面的唐代楼阁 如果是一个熟悉敦煌壁画的人 骤见此阁 就像森林极乐净土一样 这座建筑更精彩的地方是它的室内 它其实是为一个高16米的观音具象 量身定做的楼阁 信徒首先可以在楼阁的底层仰视观音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暗层 可以绕着观音的腰部一圈 最后来到顶层的时候 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观音的真容 非常地震撼人心 梁思成把这座建筑浑身上下 进行了仔细地测绘 而且用了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考察报告 寄宪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而且在这个考察报告当中 画了一大批精美的图纸 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巨幅的水彩渲染图 还有把这个楼阁浑身上下成百上千构建 都表现出来的剖面图 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斗拱祥图 寄宪独乐寺观音阁身上的斗拱一共有24种之多 更重要的是 在这次的研究当中 它已经接近破译法式的秘密了 现在我们先按下不表 待会科技的部分再展开讨论 在梁思成的古建筑考察生涯当中 最惊险的一次是测绘印线木塔 印线木塔有67米多高 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的最高的木结构建筑 在它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辽代 它大概就相当于东方明珠的地位了 这个塔因为是辽代的塔 所以非常的雄浑 孔武有力 很像金庸天龙八部里面写的消风 所具有的这种气概 气丹人的气概 外观是五层 内部如果加上暗层呢 其实有九层 梁思成和他的得力助手墨宗江两个人 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时间 就把这个塔从下到上一层一层的全部都测量了 最后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是塔顶和十几米高的塔砂 聚墨宗江后来回忆啊 他们两个人从塔砂基座有一个维修用的小门走出来 就来到了屋顶上了 本来这个塔砂的顶上有八根铁链拴着屋顶的八个屋脚 防止大风把这个塔砂吹走 由于年久失修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铁链就垂下来了 然后梁思成居然就握着冰冷的铁链 双足悬空爬上去了 学生一看老师都带头爬了 只好硬着头皮也跟着爬上去 他们俩人就把塔砂也测量下来了 你看这张照片是很珍贵 是梁思成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左下角是墨中江 我们可以看梁先生如果为了拍这个塔砂 把这个镜头取权呢 还得退到屋顶比较远的地方 很危险 今天异线木塔由于歪得太厉害 不让大家登上去了 十几年前我是学生的时候我登上过顶层 发现顶层全部都是飞鸟在鸣叫 这些鸟可能真的把这座建筑当作一棵参天大树 我们可以想象梁末当时登到塔砂的时候 这些飞鸟已经在它脚底下盘旋 梁思成同时代有一个学者叫傅思年 形容考古工作有一句名言 叫上穷必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梁末二人测绘这个硬线木塔就真是上穷必落 而且他们只要一松手就真的下黄泉了 讲了半天梁思成 我们开始说一下林徽英 我看很多人精神为之一振 林徽英其实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 而且实际上梁思成绝大部分的古建筑考察 他都是同行 而且即便是这种要爬梁上柱进行测绘的危险工作 林徽英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 是梁思成 林徽英两个人在天坛起年殿的屋顶上的合影 所以林徽英曾经特别自豪地宣布 自己是古往今来第一个登上天坛屋顶的女人 下面我们能看到这张照片是林徽英在镇定开元寺钟楼的梁架上面 我觉得林徽英其实不仅是第一个登上古建筑的女人 而且可能是唯一一个曾经穿着旗袍登上古建筑的女人 现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每年都有古建筑测绘 我就经常鼓励女同学们向林徽英学习 穿上旗袍 爬上脚手架 至今也没有人有这个胆量 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 林徽英很遗憾地错过了印线木塔之形 可是身在北平的他也没闲着 他用了一种即便是今天看来也非常前卫的方法 和梁思成合作 他居然把梁思成和莫宗江的测绘工作 进行了一次现场直播 直播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在1933年10月7号天津大公报文艺复刊 写了一篇报道 《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测绘工作 而且很有意思 他用略带这个埋怨的口吻 描述了梁思成对印线木塔朝思暮想的情景 因为写得很精彩 我给大家念一念 我最初对于这印线木塔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热心 原因是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 对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 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 上印线去应该不是太难吧 吃饭的时候他会说 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 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 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印周塔 我想我一定 他常常话没说完 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 怕语言亵渎了 最难受的一点是 他根本还没有见过这塔的样子 连一张模糊的相片或者翻印都没有见到 梁思成很有意思 为了看一眼木塔的照片 他想了一个奇招 他写了一封信 探头山西印线最高等照相馆 居然弄到了一张一些木塔的照片 所以林辉音哭笑不得地写道 我只得笑着说阿弥陀佛 他所倾心的信而不是电影明星 这边正在冒着生命危险测绘木塔的梁思成 给林辉音写来了家书 我在有篇文章里叫他《木塔下的情书》 梁思成写道 今天正式地去拜见佛宫寺塔 也就是印线木塔 绝对地overwhelming 好到令人叫绝 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 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想此眼福 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集体投地地倾倒 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木色里 面向着塑像瞠木炸蛇的情形 使我愉快地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 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 这塔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 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到了什么程度 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 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 不知名的匠人 我们发现这对研究古建筑的伴侣呢 虽然相隔两地 但是默契十足 用今天的话讲好像有一点秀恩爱的意思 实际上呢 他们两个人心中对中国古建筑一生不渔的这种爱 才是他们两个人情感最牢固的基础 今天有许多人对梁林都有很多的误解 我想他们大概是不明白这一点 其实上面提到的这些 我想是这两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梁林考察古建筑人生的黄金时刻 发生在1937年6月 他们二人和墨宗江际玉堂组成的调查队呢 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唐代大殿 为什么说这是他们人生当中的黄金时刻 是因为在此之前 同样对中国大地进行过广泛考察 长时间调查的日本学者 已经断言中国大地上没有唐代木结构建筑了 没有一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 如果想看唐朝建筑必须去日本 这对当时的中国营造学社的每一个人呢 都是一种刺激 从1932年到37年呢 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许许多多 两宋 辽金的木构建筑 就是没有发现唐朝建筑 可是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夕 他们终于梦园佛光寺 发现了唐朝建筑 我的好朋友王军先生考察 最后考证出来 在1937年7月7号这一天 梁思成向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 发去一封电报 汇报了发现唐代建筑这个特大喜讯 去年2017年正好是梁思成他们发现佛光寺大殿 80周年 所以非常有纪念意义 那么发现这个佛光寺唐朝大殿有一个小插曲 他们一行人见到这座大殿 欣赏它的外观 斗拱雄大 广延溢出 全部庞大豪迈之像 一望而知是唐末五代之物 可这是他们根据多年来的考察 以及看了很多文献 获得的经验 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座建筑是唐朝的 这个时候呢 林徽英又再一次立了大功 因为他是一个远世眼 只有他一个人发现 大殿的梁底下隐约刻着字 大家就赶紧搭起脚手架 然后用布擦去梁底下的千年成购 终于看到了梁夏提计 把这些提计和殿前金床上的碑纹在互相应对 最后发现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 也就公元八百五十七年 佛光寺大殿确凿是唐代建筑无遗 他们这次旅程真像是梦回唐朝一样 不仅如此 大殿的内部呢 还有三十五尊唐代的塑像 有面积很大的唐宋壁画 然后如刚才所言 梁底下还有唐人的书法 所以梁思成把佛光寺大殿称为中国第一国宝 我们看两幅特别珍贵的照片 左边这幅呢 是梁思成先生在佛光寺大殿工作的背影 右边这个就更有纪念意义了 这是林徽英和佛光寺大殿的这个 娟资人的塑像的合影 这个资助人也留下了名字 她叫宁公裕 是当时长安的一个贵妇 当时林徽英看的梁底下的题字里面 就有佛殿主女弟子宁公裕的字样 所以这是两个和佛光寺大殿 都有很深的渊源的女士的合影 尽管她们两个所处的时代 相差大概有一千多年了 下面很不好意思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年轻时候的老照片 这个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跟我们班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受梁思成林徽英精神的感召 而且我们也不知天高地厚 组成一个新营造学社 开始重走梁陵考察古建筑的路线 当然也免不了有许多这种爬梁上柱的工作 回到学校以后 我们就用当时最最先进的电脑科技 用三维技术来复原古建筑 大家可以看照片里的电脑很有年代感 可是那时候电脑是非常珍贵的财产 我们四个人在共用一台电脑 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做出了这个数字化的佛光寺以后 我们特别激动 我们在建筑系里做了一次演讲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演讲的题目叫《梦回唐朝》 连我们这个海报的创意 都是灵感来源于我们最热爱的摇滚乐队 唐朝乐队 当时我的这个造型呢 比较是唐朝乐队的著名的鼓手赵年的造型 今天得知有幸和传奇鼓手赵沐阳先生同台 我也是非常非常地激动 好 我们的人文的部分告一段落 下面我们将进入科技的部分 为了跟大家更好地沟通中国古代建筑的高科技 我可能需要画一些图 我先试一下 通过对上面三个典型建筑 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古建筑的研究呢 梁思成终于初步破译了营造法式的密码 特别是在对独勒斯观音阁的研究当中 他发现这座建筑虽然有成千上万个木构建 居然一共只有六种规格 说明它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设计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非常重要的秘密 那么这个秘密在《营造法式》这个书中是怎么表达的呢 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叫《凡购屋之志皆以财为主》 就这个材子 这里这个木材的材子 它指的不是一般古建筑里普通的木材 而是一栋木结构建筑当中用的最多的标准木材 《营造法式》把这个标准材的断面规定成是三比二 还让它具有了很高的科学的受力性能 并且把这个材分成八个等级 用来盖规模大小不同的建筑 法式里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说 《凡乌语之高深 明误之短长 曲之举折之适 规矩神莫之矣》 皆以所用材之分 以为之赌焉 这么复杂的一句话 简单地解释说 一座木结构建筑浑身上下各种重要的设计尺寸 其实都是以这个材为基本的魔术 魔术化的设计是中国古代建筑很重要的一点 什么是魔术呢 简单地说今天我们说如果有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的话 我们说它像用一个拇子刻出来的 所以这个标准的材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拇子 我们举一个形象一点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建筑里有斗拱 对吧 这个像漏斗一样形状的物体 木结构构建 就叫斗 所有的这些长条形的像弓一样的木构建 就叫拱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 所有的拱的横断面 其实都是一个标准材 不管它位置在什么地方 名字叫什么 不仅如此 所有用来连接斗拱的这些方 它们的横断面依然是标准材 标准材占据了一个木结构建筑绝大部分的材料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标准材可以在一个工厂里大量地生产 然后搬到工地现场进行加工和组装 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中国古建筑建造的速度 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 关于建造神速的神话 比方说唐长安的皇宫 大概三倍于今天的北京故宫 十个月建成 再比如说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的木结构建筑 武则天时代的明堂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当代学者的复原图 这个明堂宽和深差不多都是90米 占地面积大概四倍于今天的故宫太和殿 高接近86米 比印线木塔还要高 这样的一座黄黄巨构不到一年建成 还有个更好玩的例子 唐太宗时代的明臣魏征 由于围观清廉 到了家里都没有堂屋的地步 连李世民都看不下去了 就把皇宫中的一座小殿赐给魏征 当他家的堂屋 这座小殿从皇宫搬到魏征的府地到盖起来 一共就花了五天时间 可能比诸位今天做家装的时间还要短 中国古代建筑这种标准化 魔术化 装配式 最后真是带来了所谓的多快好省 大家还记得刚才说过的那个老式的计算机吧 这是我们学生时代试图用计算机三维模型 来研究中国古建筑时候的作品 把中国古建筑和计算机思维一比较 就会发现两者是非常地相通的 我们可以根据营造法式做一系列的标准的木构建 形成一个模型库 然后在需要建筑任何一个独特的建筑的时候 只要把模型调出来修改一点尺寸 就能进行搭建 比如说我们可以搭建如此复杂的佛光寺大殿 事实上大家看到的密密麻麻的斗拱都是标准建 甚至我们还可以搭建独乐寺观音阁 当时我们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四个小毛孩 我们居然能够一起搭建了这么复杂的一座大殿 这完全是因为古代匠人的智慧 只是那个时期的电脑由于太落后 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当用电脑做这么复杂的一个三维模型的时候 它已经筋疲力尽了 到了后期我们每输入一条命令 都要等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反映 林辉英后来在给梁思成的著作《青世营造则利》写的序言当中 总结了中国古建筑的精髓 他说像营造法式这种标准化 魔术化的设计 这种带有斗拱的木构架 就是中国古建筑的真髓所在 梁思成做了另外一件特别有创造性的工作 他把中国古代这种以财为祖的木结构建筑 和西方古典建筑的order加以比较 说它是Chinese order 在西方古建筑法式当中 是以柱子的直径来作为整个建筑设计的基本魔术 一座神庙浑身上下的重要设计尺寸都是柱镜的整数倍或者分数 所以在这里西方的柱镜就和中国古代的财是有异曲同工之庙 这是梁思成先生对世界建筑史的一大贡献 到这里为止基本上把良林一代学者破译营造法式密码做了一个很简要的交代 下面很惭愧 要跟大家谈一谈我近些年来的研究 我试图破译的关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串新的密码 什么密码呢 我们知道在西方古建筑里除了有order 有这种标准化 魔术化的设计以外 它们有着非常严格的对美的比例的追求 尤其它们有着大名鼎鼎的黄金分割比例 那么同样擅长标准化 魔术化设计 建造房子那么神速的中国古代匠人 它们有没有对美的比例的追求呢 这是我这些年来经常在思考的问题 换句话说我试图破译的是中国古建筑的美的密码 我们先看西方的情况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张画 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 为什么叫维特鲁威人呢 是因为这个维特鲁威是古罗马时期著名的一个建筑师 他写了一本特别有名的书 叫做《建筑石书》 《建筑石书》对于西方古建筑的重要性 就像营造法式对于中国古建筑一样 早在古罗马时期 他的书里除了讨论order 就已经讨论了人体比例 并且探讨了人体比例在建筑当中的运用 我们知道西方最钟爱的一个比例叫黄金分割 这是文艺复兴的名画 波提策利的威纳斯的诞生 西方人认为最美丽的人体是符合黄金分割的 如果我们说威纳斯的身高是A 它的下半身的长从肚脐算起是B 上半身的长是C的话 那么黄金分割的意思就是A比去B要等于B比去C 等于什么呢 1.618接近这个值 各位如果有兴趣今天晚上回家 可以量一量自己的身材 是不是黄金分割比例 就算自己的身高除以自己肚脐以下的高 是不是1.618 我们普通人算出来一般都会大于1.618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那个粪母有点小 我们的腿有点短 所以今天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大长腿 逆天长腿 其实不是逆天了 是接近黄金分割比 实在量出来效果不好怎么办呢 人类发明了高跟鞋来弥补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又爱美数学又好的人 可以算一算自己要买多高的高跟鞋 可以变成黄金笔 你只要解这样一个方程式 就是A加X比去B加X等于1.618 算出这个X的值 下次拿到这个高跟鞋垫告诉他 我要这个高度 那么建筑里如何使用黄金分割比呢 这是西方建筑史上最富盛名的建筑 雅典未成的帕提龙神庙 帕提龙神庙首先它的总高和总宽 形成一个黄金笔 这是非常精确的一个比例 换句话说如果总高是1 总宽是1.618 这样它的正立面就构成了一个所谓的黄金分割矩形 黄金分割矩形有一个什么特性呢 很神奇 如果扣除一个正方形 剩下的又是一个黄金分割矩形 再扣除一个小正方形 又剩下一个黄金分割矩形 这件事情可以反反复复做下去 无穷尽 如果我们把这些正方形编长形成的四分之一圆弧 连起来的话 就会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们得到一条非常优美的螺旋线 这个就是著名的黄金分割螺线 我们看一下用计算机准确制图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样 下次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海螺的形状 在帕提龙神庙的身上我们发现 它其实是在整体和局部反复地使用黄金分割 首先它的高宽比是黄金分割 然后它的总高和它的柱子之比是黄金分割 换句话说 神庙的柱子就是它的大长腿 不仅如此 上部三角形山花的高度和岩部的高度又是黄金分割 这是为什么帕提龙神庙这座建筑具有一种永恒的和谐的感觉 黄金分割是它的美的密码 那么问题抛回给了中国建筑师 中国古代匠人有没有类似的对美的比例的追求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 我可以今天很兴奋地告诉大家答案是肯定的 那我们喜欢一种什么比例呢 现在我们也慢慢地知道了 当然是建立在很多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尤其是建筑师学者陈明达 王贵祥 天文考古学者冯石先生他们的成果 我近些年来对将近五百座中国历朝历代的经典建筑都进行了分析 渐渐地发现了这个比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就是营造法式的第一张插图 它名字叫圆方方圆图 一个圆套方和一个方套圆 这里面暗藏什么比例的玄机呢 说出来也简单 其实就是1比根号2 就是一个正方形和它外接圆的直径 或者它对角线的比是1比根号2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张图的正方形也画下来 就可以发现这张图里面 小正方形的边长比大正方形的边长也是根号2 有的人可能会问 中国古代匠人知道根号2这件事吗 根号2可是一个无理数 无限不循环小数 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无理数这件事情以后是特别痛苦的 世界上怎么能用无理数呢 很多数学家就疯了 中国古代匠人不操心 中国古代匠人用一个简单整数笔来对付它 匠人有一句口诀叫方五斜七 什么意思呢 正方形边长如果是五 对角线约等于七 我们知道根号2约等于1.414对不对 7除以5等于1.4 很接近了吗 《营造法师》的作者李戒嫌这个太粗糙了 怎么能这样 他给了一个141比100 这下好多了1.41更接近了 这是中国匠人的智慧 刚才我们说了黄金分割矩形的奥妙 那么根号2矩形 一个边长是1比根号2的矩形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就是切完一半以后还是根号2矩形 再切一半还是 现代纸张的设计就利用了这一点 所以A0纸的一半是A1 A纸的一半是A2 一半是A3 反反复复地下去 各位如果拿到正常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形状就是一个优美的根号2矩形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形状在中国古建筑当中的运用 我们还举前面说的这三个建筑 佛光寺大殿 观音阁和印线木塔 来看根号2比例是怎么在设计当中运用 我们先看佛光寺大殿 唐朝建筑 佛光寺大殿的总高如果以它为边长做一个正方形 再以它的对角线做一个弧线 正好是它总宽的一半 大家看出来吗 我们还可以对称地做这半边 再做一个正方形 对角线做一个弧线 就把这半边也铺满了 换句话说如果总高是1 总宽是两个根号2 它的正立面是两个根号2矩形 我们再来看佛光寺大殿的平面 它平面是一个回字形 在这个回字形当中最最重要的是中间这个核心空间 这里是供佛像的空间 这个形状跟刚才一样 又是两个根号2矩形组成的 换句话说 这个空间的形状和正立面是一个相似形 还没完 我们来到佛光寺的核心 它的剖面图 这时候我们已经能看到大殿里供奉的所有佛像了 如果我们以中间这个最最重要的佛像的高度为边长 做一个正方形 然后我们用圆方方圆图做它的外切圆 这时候外切圆的直径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中央这个开间的宽度 换句话说如果佛像是1 中央这个开间的宽度是根号2 建筑是为这个佛像量身定做的 而且它们之间符合根号2比例 我们看一下计算机精确做图的结果 这大概就是佛光寺大殿当时设计的理念 如果以这个黄色的正方形 也就是佛像的高为1 那么中央开间的宽度是根号2 这个建筑的高是4 然后它的宽每一边是4根号2 就像帕提龙神庙一样 佛光寺身上是从整体到局部 甚至到它的塑像 都在反复地使用方圆之间的比例 很可惜帕提龙神庙里的神像已经不在了 不知道西方人有没有做到这一步的控制 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个最厉害的 独勒斯观音阁 这是独勒斯观音阁的铺面 首先独勒斯观音阁的总高等于它二层阳台的总宽 我们得到一个很精彩的正方形构图 然后我们可以做它的内切圆 这个内切圆的内接正方形 小正方形的边长等于谁呢 等于里头观音像的高 我们还可以接着再做这件事情 再来一次方圆圆方图 又得到一个更小的正方形 这个更小的正方形的边长呢 等于观音所在的中庭的面宽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精确做图的结果 如果观音阁所在的中庭的面宽是一的话 观音像高就是根号二 观音阁高是二 大家发现没有 在观音阁的设计当中 它在反反复复地运用 营造法师里的圆方方圆图 最后登峰造极了 来到印线木塔 印线木塔的总高 和它一层的宽度是个什么关系呢 还是 宽度是一的话 总高是二根号二 那么总高和一层最重要的佛像的高度的关系呢 佛像是一 总高是六 他们一直是把建筑和佛像进行了这种栓系 我把这种为佛像量身定做建筑的方法称作夺像购物 大家还记得前面讲过雅典帕提龙神庙的柱子 是神庙的大长腿 对吧 总高和柱高是黄金分割 印线木塔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印线木塔是令总高和最顶层的立柱以下的这个高度 呈根号二的比例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中西方也算是异曲同工吧 更有意思的事情在这儿 如果我们同时看印线木塔和佛光寺就会吓一跳 原来印线木塔的高宽比和佛光寺正好是旋转了90度 它是宽是一 高是二 更号二 佛光寺是高是一 宽是二 更号二 如果转个90度 塔就变成格了 格就变成塔了 对吧 有意思 苏世曾经说过横看成岭 侧成峰 对吧 我们这里可以改一改变成横看成殿 树成塔 这是中国匠人的智慧 如果跟大家细细分享中国古建筑里运用方圆做图的话 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匠人这么痴迷于运用根号二比例呢 其实《营造法师》这本书里有答案 在配合方圆圆方图这个插图的文字当中 《营造法师》引了更古老的一本书 《周碧算经》的一段话 大家知道《周碧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 这段话很重要 叫《万物周世而圆方用焉》 《大将造智而规矩设焉》 看 圆方规矩 说明反反复复运用方圆做图的比例 其实是古代大将设下的规矩 规矩这两个字不就是历代匠师都挂在口边的话吗 我们今天也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更重要的一个理由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 叫天元地方 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人的宇宙观 实际上匠人在运用这些比例建造建筑的时候 是象征着中国古代人天元地方的宇宙观 以及一种追求天地和谐的这种文化理念 所以如果我们把西方的这个杰作和中国的这个杰作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非常清楚了 所谓的黄金分割是西方建筑美的密码 它造成了帕提龙神庙一种永恒的和谐 那么中国古人则用天元地方的这种观念 来建造出了佛光寺大殿这样的建筑 同样达到了和谐完美的境地 可以说帕提龙神庙和佛光寺大殿 是中西建筑史上美的代言人 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自己文化的营造的密码 下面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的这个天元地方的这个传统究竟有多久远 据天文考古学者冯时先生指出 早在五千年前 新石器时代 在辽宁牛河良红山文化遗址里 神奇地发现了一组圆秋和方秋 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天坛和地坛 这个圆秋就很像我现在占的这个位置 但是它是由三层圆环组成的 这三层圆环的直径之笔 居然神奇的是一比根号二比二 就像刚才的独勒斯观音阁一样 就像圆方方圆图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可谓是渊源流长 最后我向大家展示一幅图 我的前辈李前朗老师在一席的演讲里也放过这张图 它是汉代的武良祠画像石里的福西女娲图 我们可以看到 女娲同志手里拿着一把圆规 福西同志手里拿着一把橘齿 他们是在干嘛呢 他们在归天举地创设万物 他们简直就是中国最早的建筑师 我们都听说过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 对吧 进一步证明了她的建筑师的身份 福西手里拿着举这件事情意味深长 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 在这个商代的经文里面 巫师的这个巫字是写作这个样子的 代表了两把垂直相交的举齿 说明巫手里拿着举 手持举的人是可以归天举地掌握权力的 到此为止把我破译的一些 关于中国古代的高科技跟大家交代了一下 最后请允许我做一番痴人说梦 我们进入白日梦的环节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待在直举斋里的状态 我的工作方法是把能够找到的 古建筑的测绘图都找来 然后手持举齿 在上面仔细地量 再根据实测的数据进行验算 试图找出古建筑的密码 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简直是 让我欢喜 让我忧 有的时候会因为觉得发现了真理 欣喜若狂 在书房里又跳又叫 更多的时候呢 其实是被这个难题难倒了 然后彻夜难眠 我印象当中 光光是故宫 紫禁城的这个总平面图的设计 就折磨了我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 我最经常做的一个白日梦是什么呢 是穿越回梁思成林辉英的时代 向他们汇报一下我的最新发现 听听他们是怎么评价 如果能够穿越回北宋就更好 一定要找到营造法师的作者李介同志 问一问 这个第一张图圆方方圆图 到底说的是不是我发现的这个秘密呢 当然也要回到佛光寺 观音阁印线木塔的工地 找到当年的建筑僵尸 甚至是雕塑僵尸 问一问 你们是不是一起坐下来开过会 商量过要让建筑和雕塑之间有很好的比例关系呢 甚至干脆穿越回福西女娲的年代 问一问 你们二位一手直规一手直举 是在画原方方圆图吗 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里说 鱼长求古人人之心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鱼长求古匠人之心也 我想如果真的穿越回去 这些伟大的古代前辈一定会拍拍我的肩膀 微笑着说 小朋友啊 你还挺敢想的哦 不过还是有很多很多密码你没有破译出来 还好你还年轻 你可以继续努力 这个时候呢 我 我的梦就醒过来了 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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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